这个老人一把掀开一块大碑 短短的两个字将秦国的窘迫诉说的淋漓尽致 林曲良公身失礼 老师将默默点头 眼中含泪 天魔万机还监禁 任而东西南北风 这便是老秦人最真实的写照 老人眼中回想起早年经历 孙儿马格果实 惨死疆场 很快一块完美的碑纹雕刻完毕 药茶何用啊 林曲良一把接过两条干肉 让老公匠收下 林曲良感慨万千 转头他就看到了老人手上的伤痕 立刻询问这是哪一站受的伤 官家难道没有给补偿吗 转头林曲良回到宫中 他的血洒满了果池二字 而他也晕厥了过去 幸亏老太后及时赶到 将他扶回了宫中 秦国始终处在灭亡的边缘 林曲良真可谓忧心忡忡 老母亲亲自拿来露肉汤 给林曲良喂汤 就在这时 黑伯赶了过来 金坚特使送来两封密信 可却无人认识 林曲良立刻起身 这信仰估计也就他认识 来不及喝汤 他即刻转身离去 当时秦国的密信 一般采用三发一致 将一封密信分成三份 由三个人进行传递 哪怕中间出现差错 也不影响大局 而这封信 便是秦国向周天子借梁的信 秦国面临揭不开锅的局面 虽然周天子借的是高利贷 但林曲良别无选择 随后林曲良叫来密室 将信分成了三份 分给了三位信使 这才拿来警监的密信 看了起来 信中只有一件事 公子昂做了丞相 信中所提此人 就是天下大财商鞅 而此刻 商鞅却来到了大将军府上 单独兑现公子昂 商鞅终于要升官了 而且还是副部长级别 公子昂继续补充 这个职位啊 可是实权官职 几乎就是大将军旁娟的左右手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商鞅拒绝了 就在这时 庞娟出现了 商鞅定睛一看 正是不久前见到的官员 他躬身失礼 庞娟忙说 初次见面 还请见谅 庞娟见被识破 也大方承认 可商鞅藏风又是为 将相政见不合 寻承之事 这让庞娟大呼意外 还真是看走了眼 庞娟问他 为何拒绝招揽 商鞅已为老师守目拒绝 这下庞娟不乐意了 难道你嫌弃职位低下 这下庞娟彻底服了 你还真的是为了守目呀 了不起 商鞅也立刻表态 等他三年守目完成 立刻到军中 效全马之劳 从今日起 你便是军中 须职军令司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胆敢动一下 那就是万劫不服 商鞅也不生气 匆忙道歉 第二天 商鞅正要出门 但门前已经被团团包围 军官也不废话 让人立刻牵马 寸步不离的保护商鞅 很快 他们来到了老丞相府门外 司马回府 只能已 商鞅走进府中 就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庞 他来 要提醒商鞅一件事 可商鞅却不屑一顾 秦国为啥会盯着他 白雪也不藏着掖着 你当时说出了灭情谋话 秦国密室早已了书于心 这下商鞅梦了 他说这句话 怎么这么多人知道 只有白雪明白 冻春香 那可是最大的奇观 向来有消息海之称 商鞅倒也不怕 但他还是说着谢谢白雪 拍了拍他的肩膀 白雪整个人开始颤抖 这可吓坏了商鞅 拖下披风 亲自为白雪披上 随后两只手扶住他的肩膀 小弟如果愿意丢下化工饭碗 你我一起优学天下 可片刻之后 白雪冷静了下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下商鞅也冷静了下来 商鞅立刻邀请他别走了 我们一起喝两杯 今天晚上就睡在这 白雪摇了摇头 你想的没 说吧 告辞离去 魏国大将军旁娟正在测试商鞅 秦公主盈狱 很快将消息带给了警舰 商鞅被困在公输错坟前 秦公密探真和开了天眼一样 古代消息之灵通 犹如将军府安监控 这下 警舰慌了 如果让旁娟得逞 秦国可就真的废了 这下警舰下定决心 只要他们有机会合作 那不惜一切代价 解决商鞅 不久后 白雪换好女装 亲自来找商鞅 他两句话说完 商鞅从房梁上向下看去 化工小弟就是我 商鞅冷笑一声 你绝对是化工小弟的妹妹 休想骗我 与你对弈的大商 是秦国密使 一句话 吓得商鞅直接从房梁上摔了下来 女装大佬 恐怖如死 而白雪早已笑得花枝乱颤 商鞅笑了 小弟换成小妹 那是稳赚不赔呀 而白雪早已心动 片刻后 两人共同进屋 商鞅将板凳搬来 让白雪入座 随后 白雪让他去换衣服 然后自顾自的收拾了起来 掀起两目 窈条疏密 这一幕 让商鞅直接看呆了 直到白雪一语惊醒 不多时 两人围坐在火炉旁 白雪这才做了自我介绍 那么白雪这次来是什么事呢 他告诉商鞅 七国和韩国都在变法 都在招贤纳事 商鞅看出来了 这是给他找工作 白雪想听听商鞅的想法 走 离开胃口 我想被你连累 爱情的福车被弥漫开来 这谁能顶得住呀 那么商鞅究竟何去何从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